嗨 大家好 我是摩扫奶爸 现在我在汽车的修配厂 我那个车帕萨特大众 今天来做保养 前一阵我这个车已经来过一次了 就是因为我这个车坏了 今天奶爸就跟大家聊聊车的事 现在坐马路边上等我媳妇 因为我这个车要放到这之后 我媳妇正好一大早上送孩子 等会儿送完孩子过来接我 我这个车前一阵在圣诞节的时候坏了一次 这是我买了这个车之后 第一次坏 我这个车已经10岁了 是12年末出产的车 一直开从来没有过任何毛病 就是说每年做个保养 然后换个轮胎换个刹车 换个机油刹车油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 就是正常的保养 这次坏是真正的坏了 在圣诞节之前 因为啥 就是因为我这个车 开起来有一天 圣诞节那天放假那天 就是前夜 我往家开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车有一响 就感觉滋滋的响 因为它皮带坏了 就是皮带和充电器 中间那个轴坏了 所以说皮带在里边 就一顿空磨 就是空转 然后磨皮带 然后我开到半路的时候 我当时就想 赶紧开回家 因为当天是圣诞前夜 第二天圣诞节 全澳洲就各个店 各个员工都休息 所以说我就想赶紧开回家 不能坏的到中间 所以我就往家开 开到半道的时候 这个电瓶灯就亮了 当时我想这下坏了 反正就坚持 再过个十来分钟就到家了 然后马上就开到家的时候 空调也灭了 因为当时天特别热 我在车里给我热了一身汗 幸好当时离家不是很远了 所以说坚持开到家了 到了家 我停到家门口之后 把车关掉火 又重新开着火 这个空调当时转了 但是空调里传出了一阵烧焦的味道 然后当时我下车 把前机盖打开之后 里面都是这种烧焦的味道 然后我再开第二天就打不着火了 因为充电器不充电 然后电瓶没有电 就打不着火了 因为我这个车都是长年买保险的 每年都买保险 然后有路边险 然后叫路边人过来看一下 他说你这个车 皮带和充电器之间轴坏了 非常幸运 皮带空转的时候 产生了大量的热量 所以说烧焦的味道 就是从那来的 他说你很幸运 请不要再开了 到拖车 拖到修理厂来修理 因为皮带空转 磨皮带产生大量的热量 然后能容易引起火灾的 当时心里真是一惊 后来就叫了拖车 来到我身后这家修理厂 就修了 这个修理厂我排了好几次了 每次我车做保养都在这 这家的人特别的实在 还有好多网友 墨尔本的网友就问我在哪家 告诉他在哪 他们都已经上这来修车 或者给车做保养了 因为现在墨尔本用工荒 到处都找不着人工 像这家这么大的修理厂 整个这条街上和修理厂里面 都满满的排满了车 他们都没人修 就修不过来 整个修理厂加上老板 也就三个人去经营这家修理厂 所以说他们这个车根本就修不过来 所以你要是预约都预约好几个星期以后 根本就排不上 所以说当时我修我车的时候 我就说你把我车做个保养 他说他实在没时间了 所以说只有等了两个星期之后 只有来做的保养 最近的一段时间 从圣诞节前到现在这两三个月 我们家不是车坏 就是车出事故 前一阵时间 我开我媳妇的车 出了一场事故 给人追尾了 今天我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这个追尾真是挺有意思 有一天我开着我喜欢车 带着我媳妇我们两个人去买家具 就是说之前刚搬进来 然后就开着我喜欢车去买家具 结果我们开到高速公路入口的时候 我网易有查看的时候 结果前面的车一个击撒车 所以说我一下就顶到它后面了 前面是一个小的丰田的小车 我开我媳妇那个车不是一个大车 一个七座的MVP 商务车 然后结果一下就把小车给顶出去了 大概都有两三米远 这个小车后面全都凹陷进去了 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个追尾你不管什么原因 其实它在那不应该停的 但是它就停了 但是停下来也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跟车跟得太近了 在澳洲的法律 可能我相信在国内也是一样 不管什么原因 你在后面追尾就是你的权责 因为前面的车虽然说是急撒了 不应该急撒 但是你的车距没有保持好 所以说才追尾的 所以当时我就想完了 这下我赔吧 反正但是有保险 所以我就想这个车 看前面车慢慢的 从高速公路的入口转入高速公路 希望停在应急车道上 我们来处理这个事 然后他当时就看前面的车 就犹豫了一下 当时我们都不应该下车 因为当时高速公路入口 就一条线 后面堵了很多车 所以我就等着他往前开 开到应急车道上 然后他看他就犹豫的往前开 我也跟着他后面慢慢往前开 想停到应急车道上 结果在我停下之后 他还在慢慢的往前开 在犹豫停和不停之间 结果我刚下车的时候 这个车直接混入高速公路 走了跑了 我当时我就懵了 因为我的权责 他跑什么呀 这是我在澳洲开车十多年以来 第一次出事故 说实话 连小瓜小蹭 我在澳洲都没有过 这是第一次还给人创了 还是追尾 还是我的权责 结果人家跑了 当时我心里就懵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一般处理这种事故 都是说下车 然后互相看一下对方的驾照 拍一下照片 取一下证 然后跟自己的保险公司联系 进行修理 索赔一些程序了 其实程序非常简单 但是他跑了 我创他 他跑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 当时我心里还挺窃喜的 但是我想我得下车 看看我的车 我把他的车 后面全都创凹进去了 我想我的车也应该挺严重 结果我下来一看 我车前面 啥事没有 就是车拍照创歪了一点 让我掰不掰不 给掰不回来了 当时心里想 还是说买一个好点的车 前面揭示的 质量好的 真是好 当时我就心里 窃喜 这是不该我破财 但是当时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我真是也是第一次出事故 后来我分析 这个车为啥 他被追过了 他还要跑 我觉得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 就是说 他本身 这个车是有问题的 可能是偷的车 或者说 不是他自己的车 反正就是说 不是说合法手段来的车 第二点 我分析 可能是开车的这个人 他没有驾照 因为一下车 我们都要互换驾照 因为他如果没有驾照 我一报警的话 他是有很大的麻烦的 但是其实 如果说他没有驾照 我创了他之后 这个车还是说 我来赔付 反正就是说挺幸运的 追人伪了 人家还跑了 我这次 这个钱也没赔上 在澳洲开车 最好都是买保险 这个也不是说强制 你必须非得要买这个保险 我们家的两个车 常年都是买全险 就是说澳洲的全险 是根据你不同的公司 有的公司就贵一点 有的公司就便宜一点 像澳洲其实最贵的公司 就叫RCV这个公司 但是他们家的服务 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们家两个车 常年都是从他那买全险 然后还买路边紧急救援 这个险 然后每年的险 这个保费是多少 就是说根据你的年龄 超过25周岁 再加上你的驾照的 比如说澳洲 有很多这种不同的驾照 像我就是全驾照 叫full license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p license learner permit 那些 就是说价钱要贵一些 像我的驾照 就是说full license 就是说全驾照 就是说没有任何限制的全驾照 这个交保费的时候 就会减少一些 再加上我的年纪超过25周岁以上 也会减少一些 然后再加上你的驾驶的记录 如果你在几年之内 没有任何的事故 这种都是会减少你的保费的 所以说像我开车已经十几年了 没有任何的事故 没有任何的不好的记录 然后我的保费就是非常的低 所以说我们家的两辆车都是我的名 买保险的时候 也就是不到1000块钱 像好多我们戴威德恒氏 小年轻 23岁 23岁 他们买的保险都两三千 所以说非常的贵 反正总体来说 最近一段时间 虽然说有一些不太幸运的事情发生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幸运的 就像我来追尾了 都没有赔负人家 人家竟然跑了 但是不管在澳洲开车 还是说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开车 还是说要买保险的 保险那个东西 有的时候人抱有一种侥幸心理 说我不会出事的 但是这个东西天灾人祸 有的时候是你预防不了的 所以说还是买上保险比较安全一点 行了 我媳妇现在来接我了 这期的视频 奶爸就给大家嘚啵到这了 我是莫色奶爸 咱明天见 拜拜